灿烂悲剧的暖阳 小明天是与你 一起温暖的地 小明天是与你 一起温暖的地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喜吗 未经许可,不 ec 最后安全的 Vielen 近日 我们有时候 这一银 venom 我也有路 然是 最后因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很喜欢笔 后来他们都得到了 这个动作很重要 修行不能修到 不要跟我讲话 我很酷 我真的念佛 不要跟我讲话 我不理你 修行是很可怜的 修行就是 但是要很热烈 要跟终生连在一起 所以我对上的动作是这样 我对下更厉害 有一次我在台北在那边念老八天 对面有个人就 以为我是神经病 还是肌痛 我会在那边 因为我要念六遍 地狱道 恶鬼道 书恨道 我在窗户外面点 后来再看看我 害我不好意思 好在他没有认出来是海淘法师 但是我想这样也不行 为了他我不比呢 多没意思了 对不对 所以我只能说 每次我要开始念 他不再不再 我就开始念 但是一定要 一定要把佛法活起来 如果我在这边讲课 各位都睡着了 可是我失败 不能激发各位的宗教情操 那不行 所以我想各位 像老来子一样 你要让老爸老妈快乐 你要做小丑 你要超越自己 你不能有个性 你有你的个性 习性 讲话这样 大家好 谁听得见呢 有人真是如此 管你麦克风 我讲我的 你听你的 你走吧 所以这样就没意思 修行是 一手抓着众生 我要跟你连在一起 我要进入你的心 我抓着你的心脏 你这样听我说 不让你乱跳 你要抓住他 然后抓众生的心要干嘛 不是你的心跟他搞在一起 那就还俗了 是把佛的心硬把你塞进去 你了解吗 把佛的心塞到你那边 一边抓这边 一边抓这边 这个叫合掌 这只手代表佛 这只手代表众生 合掌的意义很厉害的 合为一体 使法界众生 合为一体 而且合为一体 这个空性 菩提心 打悲心 合为一体 我想各位佛教讲的千般万论 千经万论 目的就是这个 念佛的菩提心 念法的这种空性 讲空不能够离开英国 空是万事万物跟他讲的 你都清楚了解连结 却知道它只是一个组合体 所以越讲空性 越关系到众生 如果你念佛 关起门来念佛 那你不了解什么叫空性 空性是大悲心的本体而已 所以空性的展现就是绝对平衡的慈悲 这样而已 而且对万事万物 没有爱 没有恨的慈悲 所以没有爱我干嘛跟他讲话 所以有爱你就不能跟他讲话 各位女人记住啊 你有爱你想跟他讲话 你就跳下去了 对不对 你要避免跟他讲话 可以啦 但是唯有慈悲心 所以要跟他们融为一体 那这个叫空性 那这两个你都圆满了 那就是成佛了 所以阿弥陀佛叫我们去极乐世界 目的就是要也让我们修这个 念佛 念法 念身 参访诸佛 如何赶快一点正的空性 不退菩提 目的叫你赶快回来这个娑婆世界 赶快到地狱去度众神 恶鬼道去度众神 不是堕落地狱 而是趁愿而去 所以第三王菩萨有六地上 观音菩萨有六观音 为什么 代表他们在六道里面 要让自己有能力是如此 所以各位移民到温哥华 我觉得也不错 但是也麻烦一半的时间 去住在贫穷的地方 这才公平一点 你在贫穷的地方 要去买一个房子 在温哥华买一个房子 温哥华叫上求佛道 目的是要去贫穷的地方 下滑众神 如果你舍弃贫穷的地方 就住在这个地方 那你下辈子 你修得很努力 我看升天已经不错了 你不可能去净土 因为你舍弃众神 如果舍弃众神 那跟阿弥陀佛的心不相应 那当然人要接触一切 健康也没关系 生病也没关系 有钱也没关系 没钱也可以过 你要养成这个习惯 要让自己随顺因缘 所以我们所谓行菩萨道 就是你要去接触各种众生苦 你不能逃避 逃避 我到监狱住三个礼拜 我到贫民窟住三个礼拜 我去感受那顾尾院上个礼拜 你要让自己的生命经验 很强烈的不离开众生 因为你离开众生 舍弃众生 佛法对你没有用处 因为佛法是救众生的 这样 所以你把佛法来个个人的解脱 那佛陀就会觉得很浪费了 佛唯一成佛 是希望众生成佛 西方众生离苦 那看看这是大乘佛教的精髓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要有一点 喜欢去接触众生 去串门子 西方社会是一人一动 你不要侵犯我 免得我拿枪打死你 但是现在你要改变 我们学佛了 你不能被传统的文化 习俗卡住了 对不对 你要开始慢慢的去接近他们 让他们信任你而接近他们 慢慢的去融入 这也是我们 我的师父 每天就 不要停 不要停 你已经了解佛法的知见了 那这个知见你不去实践 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空性跟悲性 坐在大殿里面念佛 是可以的 你可以修专心 但是你要去屠宰场念佛 才知道悲心念佛 佛号的重要 所以我想读佛经是为了利益众生 所以你走到哪里 像你坐了一次死供养 那你这个功德很大 你走到哪里 要把这个功德布施出去 对虚空 走到太阳 看到云的都得到这个功德 看到大海 很多观光客 跑到加拿大来看景 希望看到你的功德 明天过几天 金明要带我们去极光 我去看极光 把功德供养极光 所有去看极光的 都得到我们大家的功德 力量 那这样就没有浪费了 对吧 不然我就想说 你们去好了 我在这边看书都好 那是要去融入 因为很多人愿意去看极光 原来看极光 还要有钱人才可以 有一点福报 有福报 但是愿他去看极光 或踏到那个雪的时候 都得到我们的功德 所以各位你要把你的车子 变成一个极乐世界 当你车子在动的时候 它就散发的功德力 所以你要把你的生命 变阿弥陀佛 这个要很习惯 像各位在看我 我面对各位 如果我再觉得 我这个海涛在让你看 我就会觉得 就像个女人一样 各位在欣赏我干嘛 但是我不能有那个想法 我坐在上面 我就必须承担佛的力量 佛的深口意 我念阿弥陀佛 我是阿弥陀佛的深口意 愿别人看到我像佛的力量一样 并不是我有佛的力量 而是你对佛有信心 佛看到你 你发这个信心跟愿力 看到我就得到佛的力量 听到我声音得到佛的力量 想到我得到佛的力量 嗯阿弥陀佛就是这个意思 深口意 深是佛 口是佛 意是佛 叫嗯阿弥陀佛 透过佛的加持 所以这些花 这些变成无量无边的加持 所以现在花变成佛 这些灯变成佛 水变成佛 食物变成佛 等一下会发给各位一杯水米 然后这个水米就变成佛的力量 让他们念想 吃即解脱 喝即解脱 闻即解脱 等一下我们 除了佛钱本来有供香 等一下我们会点三支香放在门口 让他们闻即解脱 拜佛是在拜众生的佛性 我把这个香供养这些众生 哎呀很高兴啊 你拜佛的来拜我 让他们生起这个欢喜 所以各位念下来 横顺众生 我们对佛菩萨所做的 都是要来恭敬众生的 我们这么辛苦 赚了这么多钱 买了一栋房子 就是希望你所爱的父母 能够来住一下嘛 对不对 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所以我想 佛不需要你供养 但是佛是希望 你供养佛的功德回向给众生 这样可以了 这就是这个奏的意思了 好 那各位请翻到二十一页 发一下随米 记住 上供完以后 记得一定要下施 上供是对佛的信心 菩提心 下施才是对众生的悲心 这两个要连在一起 所以我们出家人每天都会用一杯水米 七颗米一杯水 来做蒙山施食 甘露施食 但是事实上呢 蒙山施食不是出家人的专利 是所有佛弟子的义务责任 佛所说了 如果你家里有在学佛拜佛 而不施食给众生 那你非佛弟子 佛在经典写得很清楚 不是佛的弟子 因为你没有按照佛的慈悲去修行 所以 那如果加拿大都没出家人 那加拿大鬼不是死啊 不是那个意思 是所有佛弟子部分在家出家 那些人都会用一碗 结因死死 几根米 一点点水 如果能够点一只香 就点一只香 像我前面有一个饭菜 如果你能用一碗饭菜多好 我觉得加拿大 各位如果你家门口有小小花园 那边不会干扰到别人 你每天简单的做一下 然后呢 就把这些东西放在外面 那些小小的鸟啊 松鼠啊 对不对 就像昨天我看到万熊 哇好大一只 所以今天买多一点 请我们摄影师摄影机拍的 准备来吧 给它拍下来 你们或许觉得那看太多了 我们很新鲜的 回去可以看 嘿嘿嘿 你们动物园看的 我们那边看的 就在花园里面 什么都有耶 好 披脚护身真言 各位最好把它背下来 你今天要到任何地方啊 就像各位天气凉 你要记得穿衣服 免得感冒 同样的 你要去利益众生 注念 你要去看病人 你要打坐修行 你一定要有护法 保护